高效做事的前提是设定目标 目标是一个人成功路上的里程碑 目标能给你一个看得见的靶子 当你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目标的时候 就会有成就感 就会更加信心百倍向高峰挺进 目标是一种持久的热情 是一种伸长于心里的潜意识 它能长时间调动你的创造激情 调动你的心理 你一旦想到这种强烈的愿望 就会产生一种原子能般的动力 就会有一种刚重的精神支柱 一旦想到它 你就会为之奋斗拼搏 就会望我的投入行动 拿破仑西尔说 不甘做平庸之辈的人 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 才能调动起自己的智慧和精力 全力以赴 为目标而行动 只有你选准了目标 选对了适合自己的道路 并不顾一切地走下去 终能走向成功 确立了目标 并坚定鸟筑目标的人 才是最有力量的人 目标是一切行动的前提 事业有成 是目标的赠予 确立了有价值的目标 才能较好地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较准确地寻找突破口 找到聚光的焦点 专心致志地向既定方向猛打猛冲 那些目标如一的人 能抛出一切杂念 聚集起自己所有力量 全力以赴地向目标高地挺进 有目标的人 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 将自身与事业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目标能唤醒人 能调动人 能塑造人 目标的伟大力量 是难以估计的 有明确目标的人 生活必然充实有劲 绝不会因为无所事事而无聊 目标能使人不安于现状 能激励人不断进取 能引导人不断开发自身的潜能 去摘取成功的桂冠 感谢您的收看